战争有很多后果 也会带来各种不同的灾难 俄罗斯的天然气 本来直接是透过北溪一号 即将透过北溪二号 是往欧洲 德国等等 现在被美国制裁 跟欧洲制裁的结果 普丁宣布 他即将开采在北极底下 蕴藏丰富的异化天然气 人类最后一个净土也没有了 这个地方的全球暖化的速度 是全球平均的三倍 现在还要再开采 整个地下蕴藏丰富的异化天然气 2030年时产量要增加三倍到6400万吨 然后运往远东几个重要的地区 包括中国 日本 都可能会收采购这里头的异化天然气 但付出的是全人类的代价